1949年3月25日 中央离开了西柏坡 毛主席一行人来到北平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并没有选择进驻中南海 而是选择京郊的香山 作为中央在北平的落脚点 自此 香山作为中央临时驻地 成为了当时党的政治中枢 但就在毛主席闲逛到一个洞口时 却立刻让警卫员把洞口的11个字涂掉 这11个字到底是什么 为何毛主席会让人涂掉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在抵达北平前 北平已经开始为中央入驻香山做着准备 之所以选择香山作为中央的落脚点 主要是考虑到香山的隐蔽性 当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不久 城内还有大量参与的敌特势力 蒋介石在北平解放后 一直想要部署反攻 甚至多次出动空军威胁北平 考虑到中央领导们的安全 香山显然是更合适的办公场所 毛主席一行人抵达北平后 并没有立即前往香山 他们在当天上午见了一些军政领导 简单交代了一下后续工作 下午 毛主席等人又前往西苑机场检约部队 忙了一整天 到了晚上又在颖和园宴 宴请了广大民主人士 一直到夜里 中央领导们才来到了香山 在离开西百坡前 毛主席考虑到进驻香山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他特意叮嘱身边人说 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 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 不管当多么大的官 做什么样的工作 都是为人民服务 都是革命工作 都需要努力奋斗 可不要以为进城了 当官了 就不求上进了 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 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 当时 经过提前的准备 中央领导们的住所被安排在香山南侧 毛主席的住处便是著名的双京别墅 周总理等人住在离双京别墅不远的地方 忙碌了一天 到半夜才来到住处 可刚刚进门的毛主席却非常生气 因为卧室里竟然放着一张弹簧床 其实这是管理科的同志们 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特意安排的 毛主席长期忙于工作 经常熬夜写文章 指挥战斗 时间长了 身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种昼夜颠倒的生活 让毛主席睡眠质量非常差 经常需要靠安眠药维持睡眠 工作人员考虑到毛主席的睡眠不好 就找来了一张质量好的弹簧床 可毛主席对于这样的安排非常不满 他生气地对身边人说道 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的床 这床比木板床的多花多少钱 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 今天就不能睡了 我不喜欢这个床 在他的坚持下 管理科只能把这张床给换掉了 毛主席还特意跟身边的人定下了规矩 以前使用过的东西都不能随意换新的 真的需要换新的东西 就必须要经过他的批准 就这样 毛主席开始了在香山的生活 双清别墅的北边有一个六角形凉亭 亭子前面有一处水塘 游览的时候到凉亭里坐着歇息 还能观赏周围的景色 毛主席在游玩的时候 就很喜欢到这处凉亭里歇息 距离凉亭不远的地方 有两处挨着山脚的防空洞 这里是为了中央领导的安全 四野安排工程兵挖出来的 必要的时候 毛主席等人会转移到这里躲避空袭 毛主席在游玩的时候注意到了防空洞 可等到毛主席走到洞口 却发现洞口处有战士们刻着的标语 两个洞口分别刻着毛主席万岁诸总司令万岁 这十一次的标语 看到这样的标语 毛主席顿时脸色一尘 说道 赶紧找来了工作人员 把防空洞上面的标语都给我堵掉 在毛主席看来 革命的胜利和成功并不是自己和朱德的功劳 而是人们的支持以及无数战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所以他才会立刻让警卫员把标语撤掉 而就在毛主席游玩香山后不久 毛主席与柳亚子一同游览一和园 又碰上了这样的情况 他们的游船眼看着就要靠岸 岸上的群众惊喜地发现毛主席就在船上 于是大家高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 热情的群众更是直接将上岸的毛主席 一行人围了个水泄不通 争着抢着要与毛主席握手 面对大家的热情 毛主席一面照顾着柳亚子 一面与群众们寒暄 5月12日 毛主席在香山门前的广场上 接见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当毛主席与朱德出现在广场上的时候 现场的代表们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们热情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 这种情况在国内各地不断出现 一开始毛主席还想着尽可能避免出现此类情况 可后来他也发现这种现象根本就控制不住 更令毛主席不满的是 许多地方已经从一开始的喊口号变成了实际行动 毛主席一直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解放战争初期 毛主席率领中央转战陕北 与胡宗南等人的军队周旋 当时中央正在筹备一件大事 考虑到各地解放区都有自己的货币 为了便于货币流通 中央决定统一货币 1947年冬 在董毕五等人的主持下 人民银行开始准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 人民银行与人民币这两个名字 都是由毛主席亲自取的 这也开启了中国货币的新时代 这么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大家决定在人民币上印上毛主席的头像 郑率领部队在陕北作战的毛主席得知此事后 他特意抽空 致电董毕五 要求人民币上不要印他的头像 昔日在苏区工作的时候 毛主席就曾拒绝在苏区的货币上印自己的头像 毛主席一直认为自己并没有那么伟大 没必要搞这些事情 最终 在毛主席的坚持下 董毕五放弃了最初的方案 重新按照人民的理念设计了最初的人民币 新中国成立后 毛主席依旧保持着原来的作风 尽管他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可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依掉 比如在建国后的授贤仪式上 人们发现像毛主席 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 他们并没有接受授贤 其实 一开始的授贤准备工作中 委员会已经给毛主席留了特定的位置 授贤工作的安排 主要参考了苏联的授贤工作 不少地方都仿照苏联的做法 1955年2月 最初的军衔规制 共分为四等十四级 其中最高的一级便是大元帅 可毛主席在过问授贤工作的时候 得知委员会想要给他评大元帅军衔 毛主席非常不高兴 他摆了白手拒绝道 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 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 到群众中讲话 活动多不方便啊 就这样 毛主席拒绝参加授贤 大元帅的军衔被取消 毛主席虽然低调形势 没有参加评选 但在授贤当天 他非常高兴 还开心地与朱德等人打去 夸奖他们的制服好看 而毛主席在香山的工作 一部分便是帮助党组织做好这种过渡 因此他必须要从自身做起 给广大党员干部 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尽管毛主席所在的香山景色优美 但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 并没有太多时间四处游玩 在香山期间接待各地的民主人士 毛主席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接待 他低调清和的作风 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国内局势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们 在香山工作只是暂时性的 尽管香山景色优美又相对安全 但这里距离市中心还是太远 中央进入北平后 不仅要处理全国解放的问题 还要筹备新政协 组建新政府 这些事情都需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 亲自主持 平日里毛主席主要在双清别墅工作 但他经常需要坐车到城里 等到进城后 主持召开各种会议 参加完各种活动之后 又要坐车回到双清别墅 这样来回折腾确实很麻烦 一开始为了毛主席的安全 不得不这样处理 可随着国内局势逐渐稳定 中央也决定搬离香山 1949年6月 毛主席离开了香山 搬进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自此 那里便成为了毛主席新的办公与起居场所 毛主席在双清别墅支柱时的很多东西都被搬了过去 包括那张木床 尽管毛主席在香山只住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但这段日子毛主席在这里做出了许多决定 最初在香山居住的时候 毛主席主要忙于与国民党的和谈工作 当时蒋介石希望以和谈的名义 给自己在江南的防御工作争取时间 毛主席识破了蒋介石的伎俩 但没有拒绝国民党和谈的请求 不久 自以为一切准备就绪的国民党 果然撕破了和谈的协定 毛主席立即于4月21日 在双清别墅内发布了向江南进军的命令 得到命令的解放军跨过长江 迅速解放了南方的省 在此期间 双清别墅一直是解放战争的总部之一 每天大量前线的电文与战报被送到这里 毛主席在这里关注着战局的发展 不断发布各类命令 除此之外 毛主席在香山的时候 还要忙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当时毛主席等人亲自制定了邀请名单 但名单里面有一些人不愿意参加 也有不少人由于各类因素一开始没办法参加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毛主席等人每日在香山要接待不少民主人士 做他们的工作 毛主席又为了邀请更多的人身加薪政协会议 整日忙碌与大家商讨解决的方案 就这样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们的努力下 新政协会议顺利召开 社会各界的大量民主人士都参与了进来 在香山的这段时间 这里的人们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过程 毛主席也实现了当初离开西百坡时候许下的承诺 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由于这些事情 毛主席在香山期间的心情一直都很不错 他还写下了不少的诗篇纪念一些重要的时刻 后来 与毛主席一起告别香山的 还有朱德等其他的中央领导人 他们居住在莱青轩 然而 这里与双清别墅一样都是当时中央的重地 在七届中央的五大书记里 其中四位在香山工作期间都居住在这里 因此 这里与双清别墅一起构成了当时的中央机构 中央搬离香山之后 香山的这些住所并没有闲置 这里成为一个绝佳的疗养地 人必时等人患病休养的时候 就曾回到这里疗养 由于这些往事 香山成为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地 这里承载了许多历史 它也因为局势的需要 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定位 后来 香山成为了旅游圣地 不过 毛主席等人居住过的双清别墅这些地方 并没有封闭起来 而是成为了红色教育的宣传场所 一直向游人们开放 这里至今还保留着过去的痕迹 许多东西与毛主席在这里居住时候完全一样 香山以这样的方式 将老一辈革命者的精神意志传承给后来的人们 好让大家不忘过去的历史 更好的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